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苗栗 这边都是田 住得好好了 对面也是人家的土地 他就盖了一间小别墅 围墙 他的土地就到这里 围墙起来就像一把刀 往里面射 射进来 第一是刀 第二是白虎昂头 第二 第一是刀 所以就是雪光连连 雪光之灾 当对面的房子盖起来 家里的孩子出门就出货了 莫名其妙走一走去撞车 脚子撞断 头会破 差一点救不起来 后来 后来 一个阴连 人家介绍 来找老祖 全王产产老祖 我再到 去苗栗 去帮他看 哎呀 你这个 前面这个刀子 围墙 围墙 像一把刀 直接就往这边插进来 雪光不断 雪光不断 而且这里呢 白虎昂头 下范上 冰漆族 奴漆族 事业 开始这 会破败 那这位先生呢 他说 盖起来以后 两个孩子都不听话 摔两个孩子呢 变成很凶 一个朋友 就来 誣赖他的大儿子 说他帮人 帮人偷牵摩托车 后来 法院还在告 第二个孩子呢 出去了 就是 出祸了 现在还在医院 不省人事 真是悲哀啊 那怎么办 那只有 我告诉他 要破绝 你只有把这个地 门移进来 移进来 门向这边来 门向这边 不要往这边看 最简单可以化煞 可以把这个煞气 化小一点 要完全平安 是 比较困难 所以 这一位先生 他就把这个房子 放弃了 另外自己的房子 所以 搬离开以后 一两个月就搬开了 孩子在医院 就慢慢醒起来 那个孩子被诬告了 还他清白 这极是 风水学的奥秘啊 追起来 离开jänst 你